HELLO 各位Artist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一早呢又跟大家來分享安裝避震器的 我們是Artist的算是贊助廠商KT避震器 那昨天的傍晚有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呢 是算11.5代 那今天一早呢這一台呢是11代 那安裝的也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謝謝還是很謝謝Artist的車友一直幫我們推薦跟介紹 所以我這幾天呢都剛好安裝的車種呢都是Artist 那剛好也有空檔所以就開直播再跟車友們呢來做一下分享 那這一台是11代的昨天的是11.5代 其實差異的話也都不大 最主要的差異昨天在影片當中有跟大家介紹過 是這一顆的螺絲的粗細不同而已 那整體的避震器的結構 11代跟11.5代其實都差不多 這一台是11代 那11.5代的上座的螺絲呢比較粗 或者是X版的 它的上座呢螺絲也都是M10的是比較粗的 那這一台我們施工的時間大概都不到一個小時了 所以剛好趕快抽了一個空檔來跟大家來做一下直播的分享 那這一個今天安裝的版本 它的也是一樣跟昨天一樣都是道路版的齁 那車高的話前面是兩指半後面是三指幅 昨天也是一樣齁 昨天是前後三指幅啦 昨天的11.5代是大概前後三指幅 那今天的是前面大概兩指半 因為有大包齁 所以如果降的太低的話也有可能會怕磨到啦 那這個版本的話道路版跟昨天介紹的都一樣齁 前面是七公斤的兩百長七公斤 那KT的話有附上座 會有電池嗎? 就這樣 謝謝 來 剛剛太暗了齁 這個是兩百長七公斤 那它的車高調整這一台前面是要做到兩指半 在10代、11代、9代這幾個四代的Artist 我們KT的道路版設計最低啦齁 最低的話大概可以降到大概剩半指幅左右 那最高的話大概是就是三指多一點點 那今天的話前面是兩指半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呢是靠這個銀色的托盤 不是靠這裡壓彈簧齁 有的版本的話 不同間的設計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但是現在這樣低接的產品應該很少了齁 現在大部分都是做筒身可調 筒身可調呢 它是彈簧這邊是不動的 是靠腳管相對的高低點來改變車高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把它旋鬆 筒身往這邊旋轉之後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調高跟調低它的彈簧都是不壓縮的 都都一樣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就差不了多少 那這些的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安全規定 那至於這個 這個算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像今天的車友呢 就會提到說那需不需要換強化離載串 其實是不需要啦 因為KT的它的固定點是跟原廠一樣 那所以在這個長度還有角度的話 都跟原廠一樣的角度之下 就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好了 除非呢 它的離長數比較高 那離載串已經快壞掉的話 就會趁這一次在拆裝的時候 一併把離載串把它拆換掉 或者是不需要換強化離載串的喔 那其他部分的話 車友還有改裝了Summit的拉桿 還有這個是愛馬龍的電瓶 還有一些進氣的系統 這個算是接地線對不對 如果啊線上都是RTIS的車友嘛 如果RTIS的車友對避震器或者是底盤懸吊 有任何問題的話 拜託趕快在線上立刻詢問 我會把鏡頭呢 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還有改了這個算是魚眼霧燈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後面的喔 那至於在用料部分的話 主尼油我們主尼油的話 是使用的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IP的主尼油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日本 NOK的油封 那上座上座裡面有一個軸承嘛 上座的話使用的軸承呢 是日本也是KOYO的軸承 那這台車車友也有改了SUMMIT的後下拉桿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我們也有附上座 那簡單來說這個四代的前面跟後面呢 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平常的上座來使用 這個是十一代的 但是到了十二代 最新款的十二代的RTIS呢 他就改成是後面是多連桿的TNGA的底盤 他的後面的彈網跟避震器就變成分開了 他的上座的話就需要沿用 所以九代十代十一代十一點五代 這些全部的RTIS呢 前後上座我們KT就都有附了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那後面的側高調整 一樣是從腳管下方呢 來這個地方來做側高的調整 那至於阻尼的調整 昨天影片當中也有跟大家介紹過了 今天我們再來看一遍 就是把後座呢 RTIS他是六四可以做往前先的分離 我們把椅背往前搬之後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會有一個塑膠扣具 在這裡會有一個塑膠扣具 塑膠扣具把它拉開之後 在這裡就可以看得到後面避震器的上座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往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 它其實會有一個H 有一個H的LOGO H是代表HARD 往H的方向它就是變硬 往S的話它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裡呢 就能做阻尼的 就能夠那個調整阻尼的 那今天的輪胎規格跟鋁圈 都還是維持原廠 這個車友有改中底音 今天的輪胎跟鋁圈 車友都還是維持原廠的16吋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來的 這個都還是16吋的規格 2055-16 所以它的胎幣比較厚 我們應該會維持大概15到18段左右的阻尼 下去來做測試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像這個是前面的上座 這是後面的 所以這些都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囉 我們就都有付了 明翔大尼好 那KT的像這樣的道路版本 一組完工價還有含定位 是兩萬六千塊 道路版是兩萬六 對了對了 這個後彈簧的話 我們本來大概三年前之前的 三四年前以前的話呢 它的彈簧的長度是打了17公分 後來我又想要再把它的舒適感呢 再把它增加 所以後來改版之後呢 大概是今年初吧 還是去年中之後 就有再把彈簧的長度 再把它拉長20mm 所以它的作動的幅度呢 就會更更協調 那整體的行程會更長一點 會更好做 所以這是後面的部分 來自豐大尼好 做起來的感覺如何 好 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很好 可是你問我不準啊 我們是在賣便器的齁 你問我們好不好做 是我一定是老王賣瓜自賣自瓜 一定會說好做 但是KT在台中的工廠 然後或者是我們北區的經銷 都有實裝車可以讓大家來試乘 所以很歡迎車友們 Artist的車友來試乘看看 那自豐的話像是 如果裝區的車友可以直接來工廠 我們KT的工廠是在台中啦 那北區的話也都有試乘車 而且北區的試乘車的車款呢 又更多了 那邊的話因為有比較參與一些賽事 那裡北區的經銷商 還有一些禁忌的版本可以試乘 所以如果有車友們有需要試乘呢 千萬不用客氣 可以到KT的粉絲團去詢問小編 問我的話 訊息回覆的會比較慢 所以如果問在KT的粉絲團裡面 詢問的話 回覆的效率會比較好一點點 如果車友有問題 再盡量多多發問 我都會把鏡頭 因為車子現在已經安裝好了 現在正在裝 好像要裝那個輪胎了 欸指無 右前的那個托盤我還沒有敲 像這個前面我已經裝好了 可是這個齒輪裝的托盤 因為前面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我們一般叫賣花城 不論這個世代或者是最新的阿提斯 他的前懸吊系統都還是賣花城 那賣花城他的作動呢 不只是負責上架 他還要負責旋轉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呢 如果沒有旋緊的話 有可能我們開一開之後會鬆脫 那鬆脫是不至於會有危險 可是會有異音的產生 所以我們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托盤一定要把它敲緊才不會鬆脫 因為我剛剛安裝到一半就來開直播了 所以請師傅提醒師傅要記得把它敲緊 這個LOGO應該也很多車友不曉得對不對 這個LOGO是TOYOTA 他在北美市場所專門在做的一個品牌的LOGO 所以販售的話就只有局限在北美地區 欸 好像到了好了齁 這台車齁 我真的很謝謝車友很捧場 所以我跟師傅安裝的速度都還蠻快的 大概都大概一小時吧 今天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今天剛剛中間剛好有事情 所以我只有裝一邊而已 後面都好了 後面已經在開始復原當中了齁 還有車友要把鏡頭帶到哪裡想要詢問的地方嗎 那後下拉桿齁 這支後下拉桿是車主原先就做強化的 我們店的位置齁 KT齁 像今天這台車直播的地點是KT製造的工廠 那KT的工廠是在台中的檀子區 可是我們大部分最主要的型態還是做外銷為主啦 所以在台灣內銷市場的話 不論是從台北或者是南到高雄 都有可以安裝跟服務的據點 甚至是宜蘭 花蓮 台東呢 我們都有店家可以幫大家來做服務 翔任大 你好 翔任大的車應該也是阿提斯吧 因為我們在阿提斯的版面做直播 所以應該詢問的都是阿提斯 翔任大詢問的是 試制避震器完工大約多久時間 像這一台車的話 今天的速度反倒比較慢一點點 大概裝了大概一個小時吧 正常來說大概兩個人施工 因為這台車真的很謝謝車友那麼膨脹 我們裝的速度很快啦 大概45分鐘到一個小時吧 可是還要定位啦 定位的話就還要再多花個半小時左右 嘉義 嘉義也有阿 嘉義的話是在北港路上面有一間驛展 可是它要擴廠了喔 所以如果嘉義的話 有需要詳細安裝的地址 可以詢問一下我們的那個 KT粉絲團的小編 可以跟大家報告 對這個是雙速排氣管 還有改閥門耶 這個是不只是雙速排氣管 還有改閥門喔 閥門 來偷偷看一下 這個剛剛我有看到有改閥門 這個是雙速排氣管 這個是雙速排氣管 其實阿提斯的車高稍微降低之後 然後有一個整體外型 鋁圈這一台應該現在車高降下來之後 唯一欠缺的應該就鋁圈了吧 如果鋁圈能夠再大概做到18吋 車高再降下來 其實它整個的跑格就出來了 價格多少 這個道路版本的話是兩萬六 剛剛有車友詢問過了 道路版本是兩萬六 十點五代的也是一樣耶 祥任的十點五代價錢一樣是兩萬六千塊 都一樣 阿提斯全系列啦 九代十代十一代甚至最新的十二代 全部的價格都是一樣的 完工價都是兩萬六 台南也有耶 台南也有好多間喔 而且台南有一個店家的電動 好像師傅也是裝我們家避震器 那裡的話呢也可以試乘啊 所以台南也都有店家 有店家可以幫大家服務 那我們準備要上胎了 高雄好像也有好幾個車友是在 高雄三民區的永逸輪胎啊 永逸的話是 永逸輪胎是 米其林的旗艦店吧 好像規模也還蠻大的喔 好 OK那我們安裝到差不多了 到一個段落了齁 要準備要上輪胎要來做路試的 好準備要上輪胎了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因為今天假日所以安開播的時間呢 有一點早齁 那如果有要試乘呢 有任何問題不用客氣喔 請再跟我們KT粉絲團的小編 詢問恰詢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齁 謝謝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掰掰 掰掰